大家好,我是阿胖,今天分享一个快速的早餐饼,只需要三分钟就能搞定,700克面粉里面,加入6克食用盐,再用370克温水和面,面团揉光滑之后,取出来,放在案板上继续揉,揉瓷式,面团揉光滑之后,中间戳一个洞,把它搓成长条,然后再分成均匀的小鸡子, 把每个小鸡子再整理一下,按压成饼状,我的一个小鸡子重量大约是40克左右,刷子蘸油,抹入面饼上面,上下两面都要抹,最后盖上保鲜膜,醒面40分钟,切一点葱花,里面加入13香,再加入一勺面, 面粉,用热油浇上去,做成油酥,搅匀之后,加入一勺食用盐就可以了,按满上抹油,防止粘连,取出饧好的面饼,稍微按压一下,取出擀面杖擀开就可以了,擀好之后,把做好的油酥抹上去, 接下来像叠扇子一样,层层叠起来,这样做的目的可以使做出的饼,它的层次会更多 全部叠好后,抓起两头,在按满上边摔打边拉长 然后再选择一头卷起来,把尾部收在下面 稍微按压一下,最后盖上保鲜膜,再松弛10分钟 找一张这样的隔离纸,没有的话也可以用保鲜膜代替 按顺序取出第一个面饼,这样会增加后面饼的松弛时间 用擀面杖擀成厚度,约一毫米左右的薄饼就可以了 擀开之后就像这个样子,然后叠放起来,因为中间有隔离纸,所以不会粘连在一起 700克面粉,我大约做了17张 做好之后放到冰箱里面冷冻,这样半年都不会坏 早晨的话,直接拿一张,放在锅里面烙就可以了,无需解冻 烙至定型的时候,可以用铲子这样来回不停的挤压 这样做可以使手抓饼的层次出来 可以看到层次非常多,又薄又劲道 我们再听听它的声音,非常的酥脆 再加一颗鸡蛋,增加身体的营养 自己做的手抓饼,首先要比外面卖的干净卫生,吃起来也放心 而且它的饼皮筋道柔软,一点都不比外面卖的差 可以一次多做一些,放入冰箱里面冷冻,这样早晨三分钟就能够搞定 喜欢就试试吧